功详日记,恭喜自己荣获淮南应急杯和湖州反差短视频比赛 2023年的时候,短视频比赛是超多 我也参加了超多的比赛,也获得了超多的荣誉证书 当然奖金也没有不重要,奖金多不多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份荣誉,它才是对我作品的肯定 先来说说第一个荣誉证书 这个获得的是浙江湖州南巡区的反差工业短视频大赛 但是这个大赛是2023年的时候参加的哦 我还一直以为我没获奖,也没关注了 没想到2024年6月份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告诉我,我获得了优秀奖 对方问我要了快递证书的地址 还问我要了银行账号,不过他们要作账 所以还让我在浙江税务的APP上开了个发票 这种作账方式,我是有点不理解的 但是无所谓了,奖金到账就行 其实后来我想明白了 这种开票的方式,其实就是给个人申报税务 不让个人逃税什么的 因为这种属于意外所得 要让20%扣税的 厉害不?没想到吧 我扣税那么厉害 20%哦 我觉得个人我人所得的税应该降低到10%更合理一些 第二个荣誉证书是来自安徽淮南应急办公室的邀请 就是他们直接邀请我参加的 最终经历了几个月的比赛评选 对我的视频的长度比较短 所以他们选择了程度超过三分钟的为第一名 我就得了第三名和一个优秀奖 当时告诉我优秀奖是奖品 一个冲气枪,一个灭火器 但是快递呢 灭火器不能发,冲气枪可以发 因此冲气枪就让我给了收获地址 快递给了我 这个冲气枪还不错哦 是充电的 可以给汽车打气 也可以给自行车 电瓶车打气 也可以给汽车爱等等打气 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冲气枪 收到后 我就说的是 还不错 也很实用 于是顺便的去我上查了一下价格 在淘宝上售价是70左右 所以这东西我如果先于转掉 也没多少钱 干脆就自己留下来备用 总会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今天明天的比赛我发现相当的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环境现在不是很好 房价也下跌 失业的人也多 灵火就业的人也多了起来 所以各方面的开销啊 都要缩减 不过我觉得比赛少也没关系 有比赛 那就参加 因为比赛是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实力的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可以经历自己的方式 为什么运动员比赛一定要赢 因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赢 同样的道理 我如果参加了比赛 我就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争取自己获得名字 第几名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可以看到自己的讯息 自己的付出 是有回报的 是有收获的 这就是参加各种比赛的意义 如果接下来2024年剩下的月份 会有任何比赛 我还是会积极的去参加的 哦 对了 上次准时评比赛 金冬卡500元的那个 算进来的话 2024年 我一共参加了三次比赛 不对不对 又错了 胡说的是2023年参加的 2024年才开奖 所以严格意义来说 2024年也许是经济不好 我也只参加了两场比赛 就没有比赛了